你知道找你幸运数字对应的餐厅有多难吗 幸好我聪明决定 还是找到了这个下午茶有十一道精致的甜点 所以是在四十八楼吃下午茶 没有错就是对应他的幸运数字 四十八楼十一道下午茶 这真的看起来很好玩 怎么看起来不止十一道 我跟你说这间其实我有来过 而且来过不止一次 这间它不止景色非常好 甚至它还看得到101 它可不止景色好 他们的服务也非常棒 你看会有现场的茶艺师直接为我们介绍 这里的下午茶非常厉害 他们是东西结合再加上台湾的元素 再去融合这些在点心还有这些茶店 内行的不愧真的来过很多次 第一道我就要介绍跟茶有关的三茶泡芙小点 而且这个三茶泡芙有三种口味 这个粉红色的它就是洛神花 是台湾种植的 再搭上玫瑰的果酱去制成 至于我现在手上这一个呢 则是来自日本口味的玄蜜茶 然后呢你手上那一个非常粉嫩的感觉 它就是奶茶 而且是台湾的玉红茶制成 而且它每个都做得非常细致 我嘴巴都奶茶味 再来呢你一定要介绍另外一个 也是结合台湾元素的 64% 生巧克力 但是它结合的元素部分呢 是马告 珊瑚椒 巧克力的苦味 就会刚刚好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还有一点点微辣微辣的香味 确实吃得到马告的味道 而且非常的重耶 那说到台湾的元素啊 我觉得最不能错过 他们这个小点就是这个啦 胡椒蜜 没有错 就是聪明 它这个迷你可爱的胡椒饼呢 它还加了一些东南亚常用的香料 柠檬草 在使用台湾的三星葱 还有里脊肉 这样变成精致的一个小点 那我必须跟你们说 我刚才吃完甜点 现在来吃一点咸点 它的咸点是非常的厉害 它的蟹肉脆皮馒头三明治 它里面有新鲜的蟹肉 新鲜的小黄瓜 再搭配上它们新鲜的明太子酱 还有外层的鲜奶馒头来去制作而成的 另外一道鲜甜也非常厉害 它叫做炙烧味噌干贝小卷 它是采用北海道的干贝 还有澎湖小卷来去烹饪而成的 重点是它是用白味噌来去调味的 所以你在尾韵的时候可以吃得到味噌的味道 太美味了 最后一道 它叫做促制日本茄称昆布柴鱼丼 它里面有昆布柴鱼花菇 来去熬煮成的高汤丼 淡淡的柚子皮味 所以它口感是非常的丰富 我知道你吃完洗衣道点心还不太饱 来来来 这个是现烤酥酥味 而且它最特别是它使用的奶酒在里面 很软软,像是云朵一样 重点是真的吃得到奶酒的味道 今天这菜真的太好玩了 好愉快 我跟你们说 将来我赚大钱了 我就来养你们 那就靠你了 娘妈妈 姐姐 姐姐… 乖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